黑神话悟空预购各种爸爸 大家猜猜其中的PS5版能占多少 目前只有两个平台能玩到黑神话悟空 电脑和PS5 我猜PS5版可能不到5% 现在黑神话悟空算是火出圈了吧 但是和原神王者这种手机游戏相比 还是个弟弟差远了 为什么呢 大家想过没有 最近我闺女她们在学乒乓球 她之前学过几年网球 但是人家中考不考网球 所以说只能从心学 这边的乒乓球机构非常多 随处可见 看来已经形成产业链了 这时候我突然就联想到 PS5就相当于网球 手游相当于乒乓球 首先乒乓球台随处可见 而且还是免费的 随便练习 但是网球场在一个城市里面非常少 而且价格一个小时至少得60起步 还有就是乒乓球宽 便宜的几十块钱 200多块钱能买到挺好的拍子了 但是网球拍基本上得1000起步 还有乒乓球学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时节一对一人家能包过 但是网球你学了30节课也很难对了 这个是不是像极了手游啊 手机几乎人手一步 手游对手机配置要求很低 千元级也能玩 而且手机游戏还免费下载 下载速度还挺快 而且还能免费联网对战 刚开始入门的引导教学也是特别傻瓜似的 几乎所有人都能学着会 PS5就不一样了 首先你得花3000多块钱买个机器 一个游戏怎么说也得三五百块钱 玩连机游戏还得开会员弄个加速 如果是国行的机器还得备份 麻不麻烦 就算你用电脑玩游戏 想卡怎么也得4060吧 4060的游戏本怎么说也得7000多块钱 试问国内家长和老婆们 你们会给孩子或者老公花这么多钱买个电脑玩游戏吗 其实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中考考乒乓球 而且这个分数算作中考成绩 将来会影响到孩子升学分流 手游产业对咱们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 而且还能维护社会稳定 所以不是手游好不好的问题 我也希望这次可以通过黑神话悟空 让更多的人知道除了手游还有这种游戏 另外我们国产也能做出这种游戏了 也能走出国门了